司马南频道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今天我要先跟各位表扬一个人 就这位 也说吧 这个人叫赵绍康 台湾的政论节目的主持人 我看过他的一些节目 跟台湾那些呢 一惊一乍的 跟那个传销式的那种所谓的政论家 政论名嘴比起来 赵绍康是显得儒雅一些 显得内敛一些 名嘴当的好好的 突然间宣布他要重返国民党 还要参选国民党主席 就原来马英九干点活 他要回去 还要当老大 他自己的说法是说 我呀 本来没这意思 但是呢 当过高雄市市长的韩国瑜啊 他劝我回去 他的意思是说 国民党现在这个样子啊 少康啊 你这时候呀 要发挥作用啊 然后呢 他这把我说动了 我现在呢 正式答应参选国民党主席 嘿 大家听到这什么感觉我不知道 我反正听完了以后 有点像啊 工商界 军界 警界 花界啊 一致拥护您 拥护您 拥护您 恢复地质 出任皇上 哈哈 袁世凯接受禁见 这这不不不不 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龙袍架是我不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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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干 天下很多事都是这样 台湾选举政治呢 蔡英文呢 武装割据政权 匪首蔡英文 这个大当家的 他把台湾这个选举政治 说得神乎其神 每天的板着个小脸 戴着个眼镜啊 在那呢 台湾政治民主 就这么说话 但其实在我看来 隔壁王呢 那个我有一致的开发 台湾所谓选举政治 小儿科 胡闹 你方唱吧 我登场 你还没下台 我就闯到台上来 一块标高 一块出丑 隔壁王奶奶常说 言多必失 赵少康也不例外 我其实我对他印象还可以 我认识一个台湾的学人 叫王玉庆 他说他很小的时候 他妈妈带着他去听人演讲 我说谁演讲 他笑眯眯告诉我 赵少康 就是说赵少康 曾经的影响过很多人 这个人一表人才 对吧 长得不寒串 口才好 比我好 对吧 应当是有一定的学识 但是在台湾这种小儿科一样的胡闹的这种街头政治搞来搞去的这种所谓的民选政治当中票选政治票决政治当中 他在里面呢 给黎智英以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你说你个赵少康 你不是脑袋该打吗 哪有你这么胡说八道的 你说完这话你还混不混了 江湖上一片呛声 即便在台北 在高雄 也很多人认为 哇 啊 这个赵少康你居然到这种地步了 赵少康 你个赵之英 哈哈 黎少康 你们俩的绑在一块去 太搞笑了 和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要给乱港四人帮 还是乱港四人帮之首 这脑子打错线了 如果自己智商方面没有问题 那就是政治操守问题 总而言之很丢脸 这个脸丢大了参选国民党主席 这件事怕是首先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才好 与香港国安法对着干 与港版国安法对着干 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对着干 唯恐天下不乱 唯恐香港不乱 唯恐台湾不乱 唯恐中国大陆不乱 唯恐华人地区不乱 这种人在哪也 直接冒天下之大不畏 赵少康 你这个立场不改变 我告诉你 不会给国民党带来任何好处 众所周知 黎智英者什么人 造谣起家 黄色小豹起家 是吧 搞了一个苹果 然后介入政治之后 他心甘情愿的担任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香港的代言人 扮演着极其可耻的角色 黎智英者之流所折腾的绝不是什么香港民主 而是赤裸裸的违法犯罪 在任何一个有序的法治国家 包括在美国 在英国 在法国 都不能允许黎智英者之流 煽动街头骚乱任意乎来 那赵少康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替黎智英张牧 你说你还有脑袋吗 你这种糊涂虫式的脑袋 还有担任国民党主席 可见台湾政治乱到什么程度了 当上当不上 都是国民党之耻 百年老殿 国民党早就服不起来了 到现在你们这帮阿妈阿狗在这 斗成这个样子 混成这个样子 太搞笑了 不是 对不起 我都跑题了 我本来是要表扬赵少康的 我再怎么声讨去赵少康的 我表扬赵少康 有我这么表扬 有啊 咱们一码归一码 对吧 你说要给黎智英诺贝尔和平假 这事必须的当头棒喝 赵少一康 必须当头棒喝 但是呢 赵少康这人脑子清楚的时候 赵少康呢 这两天跟马英九在一块啊 他就猛轰蔡英文 关于什么事 猛轰谢长廷 关于什么事 关于台湾疫苗的事 台湾 自己没有疫苗 这是蔡英文的口气 自己不能生产疫苗 我们可以从民主国家得到疫苗 我们从民主国家得不到疫苗 我们不能生产 对吧 我们没有必要生产 我们可以从民主国家得到疫苗 我们现在啊 有鉴于当前疫苗形势 我们没有办法从民主国家得到疫苗 中国 疫苗生产 世界先进水平啊 中国疫苗生产 生产量很大呀 中国政府早就宣布 中国研制的疫苗产品 要作为世界公共产品 如果台湾有效 不是不可以考虑啊 但是蔡英文就瞧你瞧你的脸 那就另说了 蔡英文在这件事情上 他什么态度 不吐口 台湾呢 那就反对党就说了 说你是不顾台湾人民死活呀 对吧 赵绍康在这件事情上 对蔡英文持批评态度 一个人呢 都是很复杂的 人要外呢 五十万 人要坏六十万 你说像一个赵绍康 今年我估计也快七十了吧 这一个人有那么复杂的历史 那么多的过往 那么多的事情 他不可能都做错 关键时刻做错 那你也不能排除人家某件事情做得对 比方说在疫苗的问题上 赵绍康批评蔡英文 谢长廷 赵绍康这一条 我挺赵绍康 旁边乐队 这时候应该有激昂的乐技 乒乓的一顿敲 支持赵绍康 支持马英九 台湾最应该支持的一个人 叫叫叫叫 黄安 唱歌了 艺人 现在大是大非 爱国爱中华民族 黄安说了 台湾没有疫苗 接不接受大陆疫苗 那个公开场合 抠鼻子的陈某 说台湾的一个所谓的卫生部长 就个卫生局长 抠鼻子的陈某 为了拒绝想破了脑袋去找词 他最新的奢侈是 这个姓陈的台湾的这个卫生口的官员 他说 他说大陆的疫苗 在台 没有被列入好选疫苗 主要是因为一些相关的技术资料不完备 这种词我告诉你都是大关枪 大关枪 撒谎 瞪眼扯 撒谎话 而且没撒好 说相关技术资料不完备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台湾呢 这种情况 我们没有把他疫苗 列入 然后黄安呢 自己发了个微博 就开始哈哈哈哈 连着发了好多 哈哈 就说 你说话太可笑了 然后黄安还挺有水平 黄安说 2500年前 一名佛弟子被毒界射伤 有人请佛陀去看他 佛陀问 请问你怎么不看医生啊 那人说 我想先搞清楚 是什么人射伤我 为何他发毒界于我 我与他三世之因果 今世前世今生 有何纠结 等等相关的技术资料 等问清楚了 我才去就医 哈哈哈哈 佛陀说 嗯 等你问清楚了 你TM就挂了 哈哈哈哈 所以这个 这个华人说 说这个 你别绕了 啊 这个陈某人 那你为了抗中啊 你为了抗中 是台湾人民 死活于不过而已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好像台湾最近 关于疫苗的问题啊 打得不可开交 看着很好玩 是吧 这个这个陈时中 这个这个姓陈的 所谓卫生官员 他他这个说 他说没有列入啊 是相关技术 不完备 结果呢 马英九呢 插出来喊话 李敖以前一直骂马英九 我觉得马英九 也不是什么事都错 什么事都对 但就这事 马英九也应该 我给马英九鼓掌 多鼓一下 马英九这次也做得对 马英九说什么 马英九说 这民进党 你们听好了 如果大陆有意 有意向向台湾提供疫苗啊 你不要马上拒绝了 你怎么可以马上拒绝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马英九 这态度是对的 你你你不应该拒绝啊 应该 既然是两千万台湾人民的福祉 为宗旨 那你就不能拒绝啊 对不对 可是有个叫 迪瓜行老六的人呢 他比李敖还看不上马英九 他上来就呛马英九 他说马英九连续两天 海话蔡英文 大陆若提供疫苗 不要马上拒绝 啊 不是要接受大陆疫苗 而是不要立刻拒绝 应该保持弹性 万余有需要用 迪瓜行老六说 马英九 你这个渣男 哈哈 你这是把大陆当备胎 不承认关系 也不拒绝 就这么吊着 需要的时候用一下 不需要的时候 就晾在一边 马英九 你渣男 马英九 你渣男 吃 哎 我发现很奇怪啊 有人妒忌 马英九长得很帅 我长这么寒碜 我都不妒忌 马英九长得帅 哎 我承认 马英九这种男人 他特别特别年轻的时候 好多人 好多女粉丝 现在看起来 根据李敖的说法 根据迪瓜熊老六的说法 这女人缘比较多的 长得比较帅的男人 也不见得做的事都是对的 马英九在这件事情上啊 手术两端 投机的倾向 有没有 有的 但是马英九的立场和蔡英文的立场比起来 谁稍好一点呢 那我这马英九还是稍好一点 马英九务实嘛 蔡英文只要政治正确 他哪管台湾人民的死活 蔡英文只要大陆逢中必反 你看过年的时候 这个蔡英文出来 关于春节说那么两句话 你瞧那几句话 从牙缝里挤出来 恨不能从牙缝里挤出来 都是鞭炮 难受啊 知道不 马英九真正做错的事啊 是马英九执政时期啊 就马英九第一次当选的时候 得票率很高 国民党那时候 百年老店国民党 他成颓势的时候 突然冒了一个小 拉起一根小阳线 超过的词 拉起个小阳线 满足那时候的得票很高 正巧那个时候 2008年嘛 美国发生什么事 华尔街金融危机 美国没钱了 倒闭了 形势相当严峻 正在危机向全世界蔓延 中国政府做出了 救美国 就是救中国 我们一定要 大家当时这种情况 那个时候 美国总统奥巴马 奥巴马后来自己 他说当时他是准备呢 要弄中国的啊 要弄中国的 后来发现 有求于中国 那怎么办 有求于中国 中国方面又如此之慷慨 4万亿要砸下去 加上各地方配套 那就多少个4万亿 同时砸下去 然后呢 买美国国债 大力吃进美国国债 等于说 美国人缺血的时候 休克的时候 中国书写 负责任的大国 为中美关系之大 登高望远啊 不计前嫌啊 以德抱怨 这个时候 奥巴马就做出了顺水人情 说关于两岸关系 我们呢 不持立场 希望你们怎么怎么样 意思说 希望你们好好谈台湾 那个时候 后来我参加两岸学术讨论会啊 包括这个环球时报年会 很多学者都谈到 那个时候中华民族最希望和 最有希望和平解放台湾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你知道马云九干了什么事吗 马云九马上就向 马上就向美国 向白宫 急急求告 说美国大老爷呀 美国大老爷呀 美国大老爷 千万千万别敦促呢 大陆方面和我们这样谈 是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好 那美国人就盘下驴 拉倒算了 马云九在这时候干了这么一件事 马云九啊 就因为这么一件事 我认为李敖骂你骂的不错 地瓜熊老利骂 熊老六骂你 熊老七骂你 那也得受着 因为什么 就因为这一件事 你表现的比较鸡贼 就因为这一件事 成为中华民族两岸和平统一的历史罪人 说你一点都别了 哎呀 但是这一次马云九关疫苗的事 就翻篇了嘛 马云九现在也不是国民党主席了 也不在 也不是台湾的这个行政首脑了 所以马云九现在呢 关疫苗的事 马云九说的比谢长廷还好一点 所以谢长廷 谢长廷说的更更逗 像谢长廷现在也被骂惨了 针对台湾疫苗采购议题 民进党啊 这个谢长廷 批评马云九批评赵少康 谢长廷怎么说 谢长廷居然说了两条啊 这比姓陈的那个有点水平 说第一 大陆疫苗有技术啊 法规技术方面的考量 第二 大陆的疫苗有政治方面的考量 两大层面的问题 更呛大陆 勿阻挠他国出售疫苗给台湾 就是说啊 他生生的造成 他说中国大陆呢 不顾台湾死活 其他国家呢 要卖疫苗给这个台湾 中国大陆给阻挠了 这个谢长廷 我告诉你 这个人是喜欢造谣的 台独战犯名单里面 不能少的这个人 这个 谢长廷瞪眼造谣 说的比姓陈说的还狠一点 然后他不但是接受记者访问说话 而且跑到脸书上去发文 说因为大陆产的疫苗 没有列入台湾的采购候选 所以呢 所谓赵赵少康和马英九 不约而同说台湾不要拒绝排斥大陆疫苗 这是个严肃 而且全民可以思考的这么一个议题 真老 老坚句话 话说的稍稍比较远 大家再往下听啊 再往下听 谢长廷说 说 从技术上而言 大陆最先发现疫情 初期患者比较多 治疗与实践采样方便 相信一定有效果不错的疫苗 准备打你之前 打先漂你一下 这就是老江湖 第二 但大陆的透明性 与资料的公开性受到质疑 所以在法律面前 台湾的法律面仍然禁止他 你看看 这就是谢长廷 这老江湖老政治家 第三 他又讲 说政治问题呢 复杂呀 就像华为的产品 遭到欧美国家的这个怀疑 说里面植入木马程序 卸取资料一样 疫苗说开了 也是个信任问题啊 归到最后 就是不相信 中国大陆产疫苗 所以这个谢呢 扬言 他说大陆如果真的关心呢 台湾人民就不要反对 台湾呢 加入WHO 不要阻挠他国出售疫苗 给台湾 第一 他跑题了 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上去了 对吧 第二呢 是关于 他国受给台湾疫苗 大陆阻挠 这本来就是个谣言 所以他顺嘴就开始撒谎 台湾很多人不理解 说那么大个地方 电视台天天你骂我 我骂你吵来吵去 怎么样 因为事实本身搞不清楚 因为谣言不断 因为每个那立场不同 因为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 针对同一个事情 说完全不同的话 所以他没有办法不打成一团 台湾到底用不用疫苗 用谁的疫苗 现在呢 我们还要看台湾 现在呢 因为他和韩国呀 和日本 日本还不行了 和这个新加坡呀 中国大陆差不多 那都在疫情反恐方面 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了 所以疫苗呢 现在看起来不是很紧迫 但是情况都说不准呢 这次疫苗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黑天鹅 你不知道怎么样 接下来发展怎么样 我们也不清楚 台湾没有疫苗生产能力 那就是说 目前对付新冠病毒 唯一有效的这种方式 你没有 你没有 你还不把老百姓的死祸放在心上 你还玩政治 你还玩对立 你还搞不放心 你还好趁机会 污蔑大陆造谣声势 那这些所谓的台湾的台面上混的 这些人声称 他们爱台湾 爱人民 假话 骗人的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 下期见